与球市锦赛 球后敌人是自己戴资颖失误偏多 八强止步 世界球后戴资颖 今天在2018中国南京与球市锦赛女单八强 决胜局失误角局 中场以18、21、21、7、13、21 不敌中国女将和冰胶 八强止步 无缘缔造个人心油 后的障碍停在31连胜 戴资颖今日对手 是世界排名第7的21岁 何冰胶 她是2014年南京青澳女单金牌 尽管这次并非南京青澳场地 南京算是何冰胶 主场中的主场 不过翻开胶手记录 此役前球后取得六胜一副绝对优势 面对中国选手 戴资因此役前已近两年 不知输球滋味 上次步迪中国选手要追溯到2016年 当时中国大师赛遭直落二步迪孙瑜 现场观众热烈的为两位选手加油 尽管戴资颖在中国出赛 仍有当地球迷 甚至是台湾粉丝大声的围球后呐喊 此意戴资颖因失误手局一度触八 12落后 小戴把战局转为拉锯 来到14平手 另外小戴一次假动作手法 骗得何冰胶措手不及 于越是就球也扑不到 连人带拍 只是何冰胶率先出现局点机会 戴资颖因回球挂网 首局拱手让人 次局调整过后 戴资颖使用较多假动作手法 又把对手骗到定格 开局连下8分 首度技术暂停前11 二大幅拉开 小戴让何冰胶次局只拿到7分 两人进入决胜局 决胜局戴资颖失误攀升 出现不少挂网或出借失误送分 线6 十一小危机 全场失误偏多 追分不利 最后也是应出借球 让何冰胶带走胜利 决胜局戴资颖失误攀升 出现不少挂网或出借失误送分 线6 十一小危机 全场失误偏多 追分不利 最后也是应出借球 让何冰胶带走胜利